大家有到哪里去走走吗 尤其有没有到花莲来看看呢 毕竟现在是有这个住宿补助 平日最高是可以有1000块钱的这个补助 其实根据数据上面来看 好像大家并不是很买单 额度只用了1% 详细来看到这边 其实目前从6月1号上路以来 到现在为止 共有5万多人来申请获得资格 也使用了这1000多万元的经费 但是只占了整体的1.3%而已 所以看起来大家并不是对于这个补助 很小要来用 怎么会这样 那其实业者这边是认为说 你根本就不应该分这个 那个连假日来补助 因为连假日都没有人要来 现在花莲6月的住房率 已经不到一成了 那你这个补助你就干脆 每一天都来补 不要再分平日假日 通通都补助 但问题是出在价格吗 平价就有办法来救国旅吗 其实专家是怎么看的 认为说其实现在 价格已经不是重点了 你要有吸引力 所以你看到这个 是教授他来说 刘喜玲他说 其实你不要认为说 重点放在这个国旅 有没有价值 所以现在大家看的 不是只有CP值 你也要让大家有这个VP值 什么是VP值呢 你看到就是这个VP值 你要没有VP值的话 你很难来救国旅 VP值就是价值感 你要让大家觉得说 你花这个钱很值得 所以这样子 才有办法来救国旅 而且你也要多开发 国内的新景点 不要只从成本来思考 只有评价的话 你这些景点 如果都是千篇一律 好像走到哪里都差不多的话 是没有办法来拯救国旅 没有吸引力 而且如果你一直放眼在这个评价 一直鼓励大家说 来补助补助赶快来 但是这个景点都差不多的话 真的这个使用率 就会跟刚刚这个补助一样 真的没有人要使用 所以大家可能会怎么样来抗议呢 也不是抗议 大家可能会用脚来投票 也就是说 国人可能会通通都跑出国了 那你画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到 日本的这个新的迪士尼园区 相信大家都应该蛮熟悉 因为这广告打很久了 这个是乐配的主题园区 那不止如此 这一次呢 今年东京目前是开了三个新园区 吸引了非常多民众来玩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在日本这边的地方 它也在抢旅客 不只是迪士尼有一个新园区 其实呢这个越南 你看到哦 这个越南也推出了一些新景点 因为他们在疫情期间呢 其实大量的投入资金 在一些度假村 还有一下旅馆 所以呢 现在就有非常多民众愿意买单 认为说花差不多的钱 我在台湾可能住个 在台南住三千块一晚上 你到这个越南或者是日本 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 在那边住房 可能要花三四千块 那你就出国就好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要抢住留下这个旅客 留下国人的话 真的不只是CP值之争了 还有这个VP值之争 所以这个宣传上面也很重要 好 以上是这一节推播 再把视频召唤给直播